2月12日從這個時,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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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2日 開始之前 今天講劍23 那就要提醒一下大家 真是提醒了 真是小心為常 要保護好自己 這個是更加重要的 知道大家有心就可以了 因為既然搞了這麼多大農諷 做了一條這樣的條例 那當然要使用的 是不是 國安大法 針對一小撮人 那裡都抓了幾百個 那你23條一樣的 至少的受害公眾 肯定是幾百個以上的 好了 開始來講我們的 見23 哼 讓我想起就是李小龍傷折棍 即是怎樣 咦 打算打洋人的 結果自己全身傷了 水皮甘肌 學藝味精 天一神水冠不凹 嘩 好學不學啊 日本有這麼多問題 你要學能學人地震 話說 天文台 測得有這樣的地單 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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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於下週 1.12分 大雨傘 據天文台分析 這次是尼克特製二級 振中 匯於北緯22.27度 東京113.98度附近 振元深度十公里 好淺塵而已 是不是有大雅灣核試啊 你出预警才可以 好蛇不蛇?蛇梅窩都有的 在地下隧道啊 那未必的啊 香港有感地震 最高纪录1918年 距离香港三百多公里 山头市附近发生的 有六至七级啊 民所未民 18年一个循环终于来到 辛亥之后啊 1918年有什么事发生? World War I的终结 当时英国战胜 为民主的一大胜利啊 1984年就是民主的一大倒退 是吧?中英联合大话 豈有此理啊 一起在这儿骗香港人 亨已迷逃就知返 另一次,咦?原来1994年都有啊 有没有人感受过啊? 是台湾海峡南部 有五至六级的地弹 而1994年那次 香港都会感受到少少 但这次是发生在香港的啊 老实说在香港来说 真是没想过啊 我从小到大都没听过 会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时候天文台都没报的 天而无现 是之以仗 会否是劍23的劍气啊? 伤到这个龙骨? 你知道的啦 那头有心经简临的嘛 放了一只大佛在那里坐镇 会不会是幽传出山啊? 熟山劍合传啊 要请出紫青商劍才搞得怎么样啊 23条立法 似乎都挺辣 因为 炳强就说 可以透过这个叫做行动限制令 对这个踢保人士私家限制啊 还不是五指山 你要留意的就是这条这样的条文呢 他很多时候针对的 比起这个国安大法更加麻烦之处 他请出鲍大人御前四品大都示威展护卫 那弟弟 展护照啊 即是扣留你的护照各样 让你永远成为他的人 吸收入思路体内 这种才是最恐怖的 贪心不足就蛇吞象 真是将你轮臭轮熟消化了 成为他的一部分 情况就等同以前巴金不下了 加春秋啊 即是永远都想锁鬼住 带脚疗封建思想啊 所以十一 就不会有违国安的 我想 除非那个十一 是说习近平的千金啦 所以 湯家华也走出来说了 陈职人员听告解 不举 不举报啊 sorry 看错 或者是会构成犯罪 或者那些了 管浩明那些很害怕啊 告发他而已 我跟他说了的了 那不是啊 这些叫什么 肉石俱焚啊 If I burn you burn with us 我跟他告解了他竟然不告发我啊 不要玩这些东西 他命不值那么多钱啊 话说 由于23立法啦 人家史出剑23 红霸是不是要有所回应啊 接招 老夫今天史出剑23 但是接招的是西洋红霸啊 西洋剑的一玩 这个就是英国外相卡梅伦啊 都厉害啊 你想一下 一条这样的黄金时代啊 不少东西的啊 搞得成这个脱欧 一个人而已 多好啊 你看看今时今日 欧洲那些经济各样 以及那帮人仔 那些思想 就是因为脱欧而已 英国才没有这么左傾 都是逢左必共的嘛 但是 哎 不是好看好 因为保守党好像会塌下山崖那样 因为 左呢 就代表着大哀 又包容各样 包容了邪恶 逢左必共 一定是 不会错的 这件事 那说回卡梅伦说的东西先 他又对基本法23条立法表示关注 那有冠名 不是他乱立的 是基本法23条哦 促请特区政府重新考虑草案 有啊 那帮人考虑如何加辣些 卡梅伦的说法就是了 这条这样的23 兼23是完全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而英国作为共同签署国中英联合大话 有责任确保香港维持高度自治 享有法律保障下的权利和自由 哦 多谢 今时今日都还记起自己是有这个责任的 那就是说 香港人越没有权利和自由 他就越不负责任了哦 是不是 那他都做不到什么的 大家又要知道 啊 英国的难处 他可以做些什么呢 真是不明白 我经常都说了 即使中国啊 不要讲英国啦 讲美国 他们经常仇视美国的嘛 中国将所有的核弹头降落 在美国的东岸 二位平地 别人都不会有些什么举动啊 压制各样那些的 因为别人是仁慈的嘛 即使国家灭亡 都不会对中共动一条汗毛 很善良的 那些美国人 我认识的那些 以及报章上面见到的那些都是 我绝对相信他们是会包容别人消灭自己的 好了 卡梅伦也讲到了 23条对港人行使权利和自由 是有负面影响 又不知多负面啊 我觉得 我觉得是灾难性啦 就是用负面两个字 不过人家那些是外相 所以用字呢 可能要执过 就不要那么强力的 你条23条好像不太好啊 这样讲了 英方已经向港府表达关注了 就包括呢 咦 为什么他讲的东西 跟曾玉省讲的那么似的呢 莫非他们之间是有这个勾结 这个是外国势力讲的东西 啊 原来是什么啊 就是国家秘密 四个字啊 定义泰国港阔 会影响言论和新闻自由啊 境外势力呢 定义又很模糊 不模糊啊 这个我觉得呢 甚至乎我问大家 大家知不知什么是境外势力啊 肯定知道啦 是不是 只要非中国都是境外势力的啦 却知道你是勾结乌干达啊 就只不过啦 那些是烟幕 smoke screen 实质呢 就是说那些很多只眼的联盟 都是共同practice english的国家 还有有所谓的境外干预罪啊 啊 这样东西是会威胁到维也纳领市 关系公约所保护的合法外交和领市活动 哦 即是他怕针对了那些 驻港大使 英国那个呢 就很低调的 啊 我甚至乎不知道哪个是英国驻港领市 真的不熟悉 但美国那个我就知道了 都没理由英国出声啊 是都美国出声啊 梅鱼瑞啊 Greg 啊 日日在那儿都虾搅烧买 也都说到了 23条是有 那他那些不收息的哦 灾难性的影响啊 真是 你唯一能够搞好香港品牌的 他都说了你听了 撤回你的23条国安法 释放黎智英以及47人 好勇敢啊他 那你说 喂 他不怕远对抗各样那些的吗 哼 啊 我常常都说洋人私发是特别香的 这么久以来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洋人呢 没有啊 是针对自己人的 中国所有法例都是 就等于你看黄飞鸿啊 欣子丹那里 我要见你们领史 这里是领史的领域 跟着啪啪啪啪啪啪的 哇 这人要兜路走啊 在英租界到你乱来 在那儿杀人 是不是这么说啊 除非 除非什么呀 中英联合谎咯 将自己的英租界 咦 这么笨都有的 就违反了南京条约 双手奉送给这个 不文明的中国哦 正如肥棒话头辣 最清醒那个人 就是精神有问题那个人 当时他怎样质问这个肥棒呢 为什么英国作为一个百多年的大帝国啊 而且是民主人权 自由的典范啊 一个这么宏大的一个国家 分出来的 个个都又看得又打得 澳楼美加各样 对不对 我个都developed 很高度发展人民生活富庶 然后联合国里面那些殖民地呢 全部都是公投才会走过去决定独立 或者龟化各样什么都好 其实都没什么的 通常都独立啦 新加坡那些呢 印度那些呢 那为什么香港人没有经过公投各样啊 英国就会将这个 香港就这样交给一个野蛮的帝国呢 至少人权欠奉啦 嘩 多清晰啊 识字 这条人啊 卡梅伦又指出 一条文 没有讲到怎么监察机制啊 完全不受管控的 也就是说是人质的国家各样的 有违中英联合大话 另很多 真的 有学会知事 饱学知事各样 都相信了这件事了 那留下 才造成九零年代 零零年代 香港的辉煌 对不对 害人不淺啊 这些这样的中英联合大话 Anyway 那他这么说 就当然是 不会忍得他说的啦 于是乎 无论大公报啊 或者无邻 永无邻的 外交部发言人 都走出来反驳了 我们这些很平衡报道的啊 BBC形式 外交部发言人无邻 指出 英方相关声明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不用说这么多话啊 中国内政就行了 卡了后面那句句 再次暴露根深替故 写错字啊 的殖民心态和教师爷心态 又教你中文了 殖民和教师爷心态 就是这样的啦 你有个和字啊嘛 重复的可以剷掉他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啊 英方所谓关切完全站不住脚 首先 中英联合声明是没有赋予英方任何资格 和权利干预香港事务的 他又不说自己有什么责任要遵守的 另外 任何外部的干预施压都动摇不到特区政府推进立法坚决决心 看到夏宝龙都走过来读诗 是不是这么说啊 而大公报这里都反驳的 就说 抹黑23条立法 卡梅伦信口痴黄 因为啦 支持立法 早已经是香港社会主流意见的说 炳强那些 坊间民调印证上述说法 不是啊 我记得 有些民调做到的东西是说这条条例 是会对言论自由构成打压的啊 我不知道炳强98%那个是怎么来的 不过不要紧要啦 他说是什么就什么啦 要是这样啊 反对的站出来 中国啊 自从1950年开始了 大明大放 三反五反 对打压言论自由 各样那些东西可以说是 架兴就熟的 经过几十年的洗礼了 啊 内地很多人都不记得八九六四是什么了 甚至乎 那些什么大饥荒呢 都只不过是三年的艰困时期 啊 赖了个天了 很多的考证说了你听了 是因为地方政府 政府就不让人民自由留下了 啊 所以才引致这样的饥荒 否则 啊 印度够穷啦 又不见有饥荒 独裁国家就会有啊 哇 这个厉害啊 大公报说到英国才是违反中英联合大话的一方啊 大公报是这样写的 请卡梅伦珍开双眼 他一向的 他又不是瞎的 看看中英联合声明备忘录写了些什么啊 凡根据联合王国实行法律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号啊 由于和香港关系呢 那些法律是适用于英国属土公民的 那九七年七月一号起呢 就不再是 适用于香港那些公民 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英国的属土公民 不过啦 啊 即是香港人啊 会有资格保留某种适当地位 令到可以继续使用联合王国政府签法的护照 这个是BNO啊 而不赋予在联合王国的居留权 那这个没有违反到啊 因为BNO呢 本身就是已经有适当的地位 然后根据这样东西 你是再申请一条route 去进去这个英国是一个移民计划 就是这样咯 他不是因为BNO而赋予你居留权的嘛 你搞清楚些东西 excuse me 这里我要反驳大公报啊 好了 英方同时在第二节也讲到 七月一号之后啊 任何人 不得由于同香港的关系 取得英国属土公民的地位 他不是因为同香港的关系啊 同香港的关系的意思是 你因为有香港这层关系 于是乎你就自动可以拿到属土公民的地位 更何况要讲先违反者啦 都是国安法先行违反啦 是不是这么说啊 无端端失调法律走过来 一个大公报就质疑啊 卡梅鱼 有没有拆掉那份23条的咨询文件 以及拆掉那些基本法各样的东西 才作出评论 于是乎了 就得出结论 英国是抹黑香港 无所不用其极地说的 再指出啦 英国的国安法才是严谋到 嚇得死人啊 包括有外国干预罪 甚至乎精神伤害的hate crime 各样都有 而最辣的一招就是啦 執法部门认为呀 如果有损国家利益的时候呢 就会可以行使到搜查权 禁止离开住所 禁止使用电脑手机 那这些这样的国安法又何得何能 有民主合法性呢 这层啦 就是有两个层次去讲的 第一个层次就是 这些条文都是在这个民主的机制之下监督 以及他针对那些呢 你讲的不用这些条文是不行的 就包括俄罗斯KGB那些物体来的 以及要应付的是中东那班 大佬 那班不是跟你人敢品的 但是啦 依样或狐狼 于是乎大公就认为了 香港都是饱受这些这样的威胁 那于是乎就要有对等的状态 几厉利呀 令我感受到一句叫做核弹炸仓 这个也是独裁国家很喜欢使用到的 就是利用到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 去打压一些手无串撻的平民百姓 那但是共产党是更加利害 利害在于些什么呀 就是食了你只居 还要讲到自己多么合理 几厉利呀 利害之处就是 洋人是会信奉这一套的 就是你刺倒了一条人 刺倒了嘛 有个地方 刺倒了一条人 然后就说我为他好的 哦 那是情有可言的 那是OK的 因为刺的那个不是他嘛 刺到他了 你不是说为他好的吗 为什么刺我 刀背来的而已 所以都是那句 洋人 很快就会 男老女妻子 可待 人家哄你 傻子 就是这样子 好今天讲到这里 看到吗 什么 入住 洋人 中文 中文